那时候的抚封城 灯火辉煌 人生顶飞 萧氏助阵抚封城百年 只能 满城戒指 我姐姐萧晴 是萧氏的骄傲 直到 她来到了萧晴 阿晴 萧晴 看来这浮丰城 是死人比活人多了 我仔细查看过这些尸首 他们的血肉 竟像凭宫蒸发了一样 不但没有灵石 就连怨气也没有 浮丰城鬼灯一案 与萧府的面门残案有关 你 红娘 一辈子 以这般样子活着 恨过吗 凌亡不灵!受死吧!